一个是雄才大略的一代君主 一个是舞媚多情的爵士美人 黄太极和海兰猪 他们的爱情会经历哪些风波 他人间强颜欢笑 无人之处暗暗戳气 这颗明珠不再焕发夺目的光彩 眼见海兰猪一天天的尾名不正 黄太极却感到无尽何顺 一边是贤惠端庄的姑姑 一边是聪颖过人的小妹 姑之三人在后宫中该如何相处 他们其实承担着这个任务 绝不是仅仅是自己一个人得传 更重要的就是说 他们要承担起来 让自己的这个家族长盛不衰的 这样一个使命 他的死与劳累有关 还是源于对他的怀念 清初的风起云涌 帝王的铁骨柔情 敬请关注穿越经典 美人无类 黄太极与海兰猪的生死之恋 公元1634年10月19日 这一天的草原天气晴朗 盛开的马莲花一望无际 圣经城外 后经国的君主黄太极 翘首以盼 远处一支婉颜的宋卿队伍 正缓缓地前行 短短一年时间 43岁的黄太极 已经做了三次新郎 唯有这一次 黄太极格外地重视 早早地就带着自己的皇后 和妃子们等在城外 随着队伍的临近 黄太极心底生起了一种 甜蜜的恐慌 他突然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自己的新娘 这位他魂牵梦营 一见倾心的姑娘 海兰猪 海兰猪 姓波尔基基特使 是蒙古克尔沁贝勒 债桑的女儿 克尔沁部落是一个 具有传奇色彩的家族 他们的祖上 可以追溯到成吉斯汗时代 庞大的蒙古帝国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仅仅是昙花一现 统治了中国短短八十多年 就随风凋零 残存下来的部落 大多散落在草原上 子民们群龙无首 惶惶不可忠誉 直到另外一股强大的势力 女真部落的崛起 明朝末年 发源于长白山路的女真部落 在其杰出首领 努尔哈赤的率领下 义军突起 他们千方百计 沦落蒙古 要把这个同一语系的 义族收为吉日 往上同一架战车 共同用铁骑和弯刀 踏平大明帝国 而那些个蒙古部落 此时也急于找到一棵大树做衣服 只望通过联姻 转变风雨飘摇的命运 两伙人马一拍即合 于是和亲队伍频繁出入爱口 马队卷起的尘土 给娇媚的容颜 披上了神秘的面纱 联姻结盟 是群雄逐鹿的时代 壮大势力的重要手段 基于不同的目的 两个政治集团结为铁血盟友 把利益发挥到最大化 蒙古族的部落首领们 深深地懂得这个道理 他们积极挑选部落中 士林的女子 通过她们与强大的部落之间 建立一条天然的女蛋 但是谁来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女真人把目光投向了克尔庆 在当时的蒙古草原上 克尔庆的地域范围相当大 总横千里 人丁兴旺 富家一方 克尔庆嫁给建州女真的 第一个女儿 是伯尔吉吉特氏的郡王 孔孤尔之女 她是青史上最长寿的 首康太妃 一直活到康西三年才去世 自她以后 克尔庆部落与后京 开始大规模同婚 广袤的草原 盛产麻奶酒和弯刀 也盛产美貌热情的女子 伯尔吉吉特 这个姓氏 在蒙古语中的意思就是 蓝眼睛 这些来自草原的美女 接二连三地嫁入黄太极的家族 但海兰猪并不是黄太极 迎娶的第一位 伯尔吉吉特 在她之前 还有她的姑姑喆喆和妹妹 布姆布泰 黄太极 迎娶喆喆的时候 22岁 当时她已经娶了两位妃子 儿子已经有了三个 而喆喆只有16岁 为了表示隆重 迎去遮遮的时候 黄太极率领部下从建州出发 北行三百余里 在呼尔吉山城 杀牛载羊 安排庆典 做足了准备功夫 很快 蒙古少女与满族王子 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草原美女的到来 如同一道绚丽彩虹 擦亮了黄太极的双眼 婚后黄太极发现 草原不仅养育 容颜娇美的女儿 也培养她们 外柔内刚的性格 哲哲贤惠大度 胸怀宽广 黄太极在外征战沙场 哲哲在内用心持架 就连诺尔哈赤都认为 哲哲是她众多儿媳婦当中 最为出色的一个 随着时光的推移 后京越来越重视于蒙古各部 特别是克尔庆的联盟关系 出身于克尔庆名门的哲哲 地位也在逐渐的上升 田宗元年 也就是1627年 黄太极从努尔哈之那里 继承了韩位 封哲哲为大福晋 所谓大福晋就是 主持亲王家政的主妇 管理后宫一切事物 包括对其他侧附近 及树附近的管束 黄太极对哲哲是既敬又爱 有时黄太极外出打猎 也要带着哲哲一起出行 黄太极坐垫 哲哲有时与她左右而坐 她迎娶着哲哲的目的 其实最主要的是出一种政治的考量吧 从比较早的时候 这是从努尔哈士开始 那个时候她要夺取天下 她要对抗这个冥王朝 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她需要另外一个 就是比较能够倚重的这种政治力量 那么哲哲呢 她出生在一个非常高贵的蒙古家庭里面 是所谓黄金家族的这个成员 门第非常高贵 娶到她以后就等于得到了蒙古的支持 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辅助的力量 此时的哲哲身份尊贵 又获得了丈夫的宠爱 风头一时无两 但是她却有一件烦心事 哲哲和黄太极结婚十一年 只生了三个女儿 每次当黄太极用渴望的眼神 飘向她的腹部 哲哲都觉得那是两把利刃 穿透了她柔软的心 更可怕的是 生儿子这件事 还关系到了 克尔庆部落与后金的未来 随着后金的日益强大 越来越多的草原部落 开始向后金示好 车马牛羊 珍宝特产 源源不断地送来 哲哲担心 哪一天他们会送来一个女人 抢走丈夫的心 再过个一年半载 生一个子嗣 到那个时候 她和她的家族 在满洲的地位 就会成为草原深秋的花 只有凋零的命 哲哲吉 远在克尔庆的 摘桑贝勒 比哲哲更紧 她不想让部落的辉煌 向草原的落叶 在满族人那里 不可挽回地沉下去 她要打出下一张牌 历史和命运 连妹把布姆布泰 推到黄太基怀里 作为哲哲的侄女 她被塞桑选中 带着克尔金部落的寄托 嫁给黄太基 出于政治目的 黄太基对去 布姆布泰的态度是积极的 她对这个刚刚成年的 七侄女的希望 就是多帮她生几个儿女 黄太基认为 她和布姆布泰的婚姻 只不过是在蒙古与后经 共同知旧的锦上 在添一朵花 使这块锦看起来 更鲜艳夺目 婚后几年 黄太基对布姆布泰 十分宠爱 一则是因为她年纪小 正是天真烂漫的年纪 让黄太基觉得 如沐春风 再有黄太基发现 随着年龄的增长 布姆布泰的形式风格 越来越有姑姑 褶褶的影子 她当时是15岁 非常年轻 那个时候黄太基年龄 已经很大了 那么对比较年轻的女孩子 心中可能还是有这种宠爱 喜欢 还有就是从我们看后来 这个孝庄皇后 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沙发决断 那种聪明睿智 我们也可以想见 她当初的时候 她一定也是一个 非常聪明的这样的女子 所以她得到黄太基的喜欢 我觉得是理所应当的一件事情 随着两个女儿 接连嫁给黄太基 科尔金部落和后金的关系 日夷密切 科尔金计划着 将更多的女儿 嫁入后金 来巩固自己的利益 天聪七年四月 一支浩大的队伍 进入了圣经城 折折的母亲 科尔金大妃 带着一众女眷 前来圣经访问 黄太基为岳母的到来 准备了一套高规格的接待程序 行李寒暄 酒宴歌舞 两个民族在精心营造着 温情默默的场面 只有一个人 与宴会的欢乐气氛 隔隔不里 她显得不太高兴 这个人就是黄太基的弟弟 多多 科尔金大妃的这次访问 实际上也带着相亲的兴致 相亲的双方 就是多多和科尔金大妃的小女 多多一开始饱含期待 因为科尔金家族出美女啊 自己的两个嫂子 哲哲和布姆布泰 都是美人 她幻想着自己未来的妻子 也是一个风姿错月的人 不幸的是 多多在见到科尔金大妃的 女儿的那一瞬间 内心几乎是崩溃的 因为她并没有继承家族的美貌 而且身形肥胖 皮肤又黑 她用求救的眼光 看向自己的哥哥 却发现 黄太基的目光 停留在一个美女身上 这个被黄太基关注的美女 就是海兰猪 海兰猪是一位 知诸史里贤惠端庄的姑娘 在诸多蒙古族姑娘中 显得苗条清秀 妩媚动人 于是 黄太基在有意无意间 向科尔金大妃 透露了对海兰猪的关注 这正是科尔金 求之不得的事情 因为 黄太基的两个妻子 哲哲和布姆布泰 都没有给黄太基生儿子 这种情况下 黄太基没表示着急 科尔金部落 却没了底数 他们一定要嫁个 能生儿子的女人给他 以便巩固 科尔庆在女真人那里的地位 于是 黄太基与海兰猪的婚姻关系 被很快确定了下来 似曾相识的迎亲场面 神情复杂的接亲队伍 黄太基迎娶的第三位新娘 触动了谁的敏感神经 这个女人是她们的亲人 却要和她们分享丈夫 从今以后在后宫中 她们三人的命运 被牢牢地联系在一起 再也不能分开 柔情似水的性格 万千一生的宠爱 大龄美女海兰猪 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过人魅力 虽然她身后代表的是 科尔庆家族的利益 但她从来没有因为自己 获得宠爱 而向黄太基要求过任何东西 多情的眼泪 无情的童年 铁血君主的背后 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敬请关注 穿越经典 美人无泪 黄太基 与海兰猪的生死之恋 黄太基对海兰猪一见钟情 这一年她四十二岁 那海兰猪多大呢 按清朝官方记载推算 海兰猪当时应该已经二十六岁 依照蒙古族的风俗 女孩出嫁年龄 一般在十二到十五岁之间 超龄未嫁者 或者是因为家中贫穷 地位卑微 无力陪嫁 或者是因为女孩本人有较为严重的急患 可是海兰猪出身 赫尔庆 贵胄旺族 祖父和父亲都富家一方 本人又姿色出众 显然不受上述因素影响 那么他大龄代驾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清朝的一切历史记载中 对于海兰猪的来龙去脉 均语言不详 有一种说法认为 在嫁给黄太基之前 海兰猪曾经嫁给过林丹汗 林丹汗是蒙古的末代大汗 一直试图恢复蒙古的统一 重建成吉思汗的霸业 同时林丹汗又面临着新兴的女真族的威胁 因此他对外采取联名抗金的方针 对内则谋求控制蒙古其他部落 当年在林丹汗与黄太基的 两股恶斗时期 广袤的蒙古草原上 充斥着刀光剑影 林丹汗与黄太基间的势力 此消彼长 谁能称霸 还是伟之输 因此 像克尔钦这些处于两强间的部落 欲在夹缝中求得自己的生存空间 只好以联姻的形式 想交战的林丹汗黄太基两方示好 海兰珠就是波尔吉吉特氏家族 献给林丹汗的礼物 1634年5月 林丹汗的叔叔准备投奔黄太基 他怕自己在与真部没有过硬的关系 会被人家冷落 就先跑到了黄太基的亲家 克尔钦部落中讨近乎 他打着的旗号是 将曾经在林丹汗身旁生活过的女子 克尔钦 波尔吉吉特氏家族的女儿海兰珠 送归娘家 从情力上推断的 这个事情应该是比较正常的一件事情 毕竟到26岁 又生在那样的家庭里边 但是这只能到现在为止 我们说这还只能是一种推测 因为到现在的史料里面 都还没有发现他曾经嫁给林丹汗的这样的记载 那么从过去的这个留下来的这个资料里边呢 其实在这个蒙古的这个家族里边 年龄很大 甚至到30多岁 20大几岁在家 也并不是说只有这个海兰珠一个人 这个情况也还是虽然少见 但是并不是绝无仅有的 天聪八年10月16日 克尔静部落又一次把博尔吉吉特家的女孩送到了圣经 黄太极带领众人早早地等在城外 这个场景似曾相识 又更加的隆重 这一次迎亲队伍多了哲哲和不母不太 两个人神情复杂 对于海兰珠的到来 他们既高兴又哀伤 这个女人是他们的亲人 却要和他们分享仗子 从今以后在后宫中 他们三人的命运被牢牢地联系在一起 再也不能分开 仍然是豪华隆重的婚礼 一遍遍的祝福 这一次海兰珠的舞媚动人 越带忧伤的一颇一笑 抚慰了黄太极不安的内心 面对海兰珠 她放下征战 权谋 没有杀戮和战争 仿佛回归到了精力旺盛的年轻时代 海兰珠的性格 应该说是那种比较温婉的 比较体贴的 就是那种标准的贤妻的那样的一种形象 那么黄太极这个人 是一个应该说杀伐决断 其实往往我们说性格当中 他会存在一定的互补性 往往一个在外面需要对付 大量的事情的人 他可能更需要的是一个温柔的 体贴的 不是那么张扬的妻子 世人眼中的黄太极 是雄才大律的鹦鹉君主 但是在强硬的外表和铁血手腕之下 黄太极其实有着一颗柔软的内心 有太多的史迹透露 黄太极是个爱流眼泪的人 群臣欢艳时 想起父亲 他会泪水连连 侄子生病 他握着他的手 泪眼婆娑 布下出征 病死异乡 他几乎放生嚎啕 半辈子和他针锋相对的政敌 顽固 他长坐临前 痛苦 黄太极这样的性格 决定了他对海兰猪 爱得痴情 爱得缠绵 任何一个人的性格的养成 和他的生长的环境 都密不可分 那么在黄太极的成长过程中 他都经历了些什么呢 黄太极出生那年 父亲诺尔哈赤34岁 生母拿拉士18岁 他的生母是耶和布贝勒 杨加努的爱女 孟古格格 14岁 嫁给努尔哈赤 29岁 就撒手人寰 据说 孟古格格的死 在很大程度上 是心情抑郁所致 孟古格格从结婚到患病 逝世 建州同耶和布 一直敌对 耶和布 想要靠着孟古格格 榨取建州 今天要钱 明天要地 不成就翻脸 还拉帮结派孤立建州 妄图蛇吞大象 努尔哈赤也不好惹 他态度强硬 从娶了孟古以后 就一直与耶和布贝勒 这无意间影响了 孟古格格和黄太极的处境 以至于黄太极 十二岁丧母 并且无同母兄弟姐妹 孤苦伶仃 没有母亲的呵护 没有至亲的兄弟姐妹 这些养成了黄太极 甚言少语的性格 也不轻易地相信别人 但越是这样的人 越渴求别人对他的忠诚 这种性格在寻找伴侣时 会产生两个效应 第一 他会希望寻找那些 让他很有安全感的女子 经历相思 不需要很聪明 而且容易控制 第二 他会对于柔弱的女性 显示出强烈的保护意识 用现在的择偶观念来说 既相似又互补 恰好这两点 海兰珠都符合 就这样 海兰珠轻而易举地 征服了黄太极的心 一个是患难与共的正式 一个是扶摇池上的陈飞 到底谁能入主 中宫之位 宫中的五位后飞 都是蒙古博尔及及特式的女子 至此 海兰之称为举国主任的女 可尔庆家族在大清国的地位 也攀上了领风 一边是日益胶着的战士 一边是一遇成绩的爱飞 黄太极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此时官居公陈飞的一瓶一动 占据了黄太极的全副身心 也牵动了大清国朝野上下 每一根敏感的神经 喜得灵儿 飞来横祸 人生的大喜大悲 海兰珠和黄太极该如何面对 敬请关注穿越经典 美人无泪 黄太极与海兰珠的生死之恋 1636年7月 黄太极在圣经皇宫 也就是现在的沈阳故宫大正殿 举行登基仪式 称帝后的黄太极爱情事业都很顺心 他开始着手规范自己的后宫事宜 这也是一个新兴的帝王崛起时 必要的春风送暖的壮阔气象 当时在圣经皇宫中 黄太极新的五座后宫宫殿已经建成 同时他决定 封一后四妃入住这座新建好的五座宫殿 黄太极特别想封海兰珠为皇后 又想到 哲哲是海兰珠的姑母 如果封海兰珠为皇后 那哲哲的家族克尔沁 会不会同意呢 从今天起 克尔沁的海兰珠 就是我的侧附近 在电视剧《山河恋之美人无类》中 哲哲皇后对于海兰珠得宠的事情一直耿耿于怀 更使出下毒 诬告等手段陷害海兰珠 同时还拉拢自己的侄女 不目不态 希望与她联手对付海兰珠 那么真实的历史中 三个女人的相处模式 确实如此吗 他们其实承担着这个任务 绝不是仅仅是自己一个人得宠 更重要的就是说 他们要承担起来 就是让自己的这个家族 长胜不衰的这样一个使命 这三个人 其实他们最重要的就是 应该说巩固自己家族实力 我想出身于那样大的这个家族里边 并且在派来的时候 可能他们的长辈 也无疑会把这些道理给他们 都讲述得非常清楚的 作为这样的 来自于这样高贵的家族的 这样的几个女人 对自己的这种政治使命 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 你让三个这样的人 然后去彼此之间争风吃醋 我觉得这个想象 还是有一点离谱的 黄太极经过一番深思熟虑 决定李哲哲为中宫皇后 封海兰珠为东宫陈飞 陈这个封号的含义可不一般 陈字的意思是北极星的所在 常常被用作帝王的代称 据说陈飞是唐高宗李志准备赐予自己 特别宠爱的武昭仪的封号 后来因为大臣们反对才作罢 由此 海兰珠在后宫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之后黄太极在圣经皇宫重政殿为五位后妃 举行了策封大殿 海兰珠排在皇后折折之后 为此比妹妹布姆布泰 也就是四溪宫庄妃要高出两个等级 宫中的五位后妃都是蒙古博尔吉吉特氏的女子 至此海兰珠成为举国主墓的女子 科尔吉家族在大清国的地位也攀上了顶峰 圣经皇宫中的东宫 四东宫 西宫和四西宫 位于中宫两侧 这四座宫的建筑样式几乎一模一样 都是五间硬山琉璃瓦顶房 虽然四宫建筑样式与装饰等级相同 因四宫地理位置不同 所以四宫主人的地位也是不同的 海兰珠的宫殿自然位于最好的位置 事实上在海兰珠入宫以后 黄太极夙愿得偿悉行于色 第五日以金伯两马后赐其母亲和两位兄弟 第十日在宫中庆贺大宴群臣 之后巴基贝勒又入宫敬宴贺席 黄太极的弟弟多多甚至将韩王和福晋 请至府中 杀牛宰羊准备乐舞以表祝福 如此大张旗鼓的欢庆 此前并无先例 足见海兰珠在黄太极心中的位置非同一般 海兰珠能够在黄太极的心中占据重要的分量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绝口不谈政治 虽然他身后代表的是克尔庆家族的利益 但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获得宠爱 而向黄太极要求过任何东西 这在政治灵敏度高 戒备心理极强的黄太极眼中 是一个女子最大的优点 天下兮兮皆为历来 天下嚷嚷皆为历往 在封建君主的眼中 政治可以粉碎一切感情的因子 因此一个在政治中游刃有余的黄太极 最喜欢的自然是海兰珠这样心静如水的女子 海兰珠不仅容貌美丽 更有着贤淑的美德 时常劝说黄太极要以民为重 体察民情 此时的黄太极已过不惑之年 海兰珠成了他精神上的支柱 两人形影不离情投意合 东宫也成为他的久居之地 海兰珠得到的宠爱 远夺于其他厚非 按理说这不免会招惹其他厚非的嫡妒 但她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 更善于维护人际关系 对皇后也就是她的姑母 是毕恭毕敬 经常去给皇后请安 对其他妃子她也亲如姐妹 还经常把黄太极赏资给她的东西送给他们 所以海兰珠与其他妃子相处很和睦 黄太极与海兰珠两个人更是如娇似妻 这一天皇太极下了巢之后 独自一人来到东宫 他刚到门口就听到了抚情之声 情声悠悠 皇太极陶醉其中 又看了一会儿弹情的美人 随即朗诵了一首诗 关关居鸠 在河之舟 窈条淑女 君子好求 在黄太极的心中 海兰珠就是诗经关居中的美人 随即 黄太极把海兰珠所居住的东宫 命名为关居宫 没过多久 黄太极与海兰珠的爱子出生了 此时的黄太极可谓是事事顺利 春风得意 这个产自东宫的八儿子 更是让他欣喜若狂 1637年7月初八 圣经关居宫里 宫女们进进出出 黄太极焦急的在外厅等着 不一会儿 奶娘抱着正在啼哭的婴儿出来 向黄太极禀报 恭喜皇上是位阿哥 黄太极高兴的走进海兰珠房里 握着海兰珠的手 两人袭击而起 黄太极觉得自己太幸运了 他在大清过渡圣经 最庄重的重振殿 为一个刚刚满月的新生儿 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庆典活动 大会群臣 盛宴宾客 这一切都是空前的隆重 为了庆贺自己中年得子 黄太极颁布了清朝第一道大顺利 原本一些犯下重罪的囚犯 也得到格外开恩赦免 能回去与家人团圆 这道喜气洋洋的赵书写道 自古以来 人均有担子之庆 必搬大赦于国中 这是古代帝王的龙规 如今蒙天眷幼 官居公陈飞 但遇皇寺 我积典籍 欲使全国万民 共享恩责 举国欢庆 除范上 焚毁宗庙 临寝宫殿 叛逃杀人 毒药 虫骨等十大恶罪 均获建设 本次册封中 海兰猪的祖父被追封为 和硕福亲王 母亲称和硕福妃 通过哲哲 与侄女两代人努力 为科尔靖部落 争得至高无上的荣耀 海兰猪跟他结婚以后 很快给他生下了一个孩子 这是应该从前往后排的话 应该是他的第八个孩子 那一定是 这个过去常常说 母以子贵 他能够给他 生下这样一个孩子 让他中年得子 那也是让他倍感 这个兴奋幸福的 这样的一件事情 然而没过几个月 不幸的事情却发生了 未满周岁的儿子 突然夭折了 这对海兰猪来说 可是致命的打击 儿子去世 海兰猪朝思暮想 白天不禁饮食 晚上彻夜难眠 终日以为洗面 最终 一遇成疾 此时 官居公陈飞的一平一动 占据了黄太奇的全副身心 也牵动了大清国朝野上下 每一根敏感的神经 姐姐海兰猪痛失爱子 这对于同坐在一条船上的 全体博尔基基特家族成员而言 未尝不是一种巨大的损失 当时 布姆布泰刚生完 弗林正在坐月子 她赶紧派出了心腹使女 苏玛拉姑 向姐姐海兰猪表达了最诚挚的问候 她衷心地希望 姐姐能够从哀痛的泥潭中 尽早地走出了 可是与个性柔韧的妹妹 父母不太相比 姐姐海兰猪的性情真的是太脆弱 她沉溺于一种自怨自意的伤感情绪中 无力自罢 她人前强颜欢笑 无人之处暗暗啜气 这颗明珠不再幻发夺目的光彩 眼见海兰猪一天天的萎靡不振 黄太极却感到无计可施 事情一拖就拖到了一个 对清朝十分重要的历史时刻 辽西之战进入了关键阶段 崇德四年九月 也就是1639年九月 黄太极带领他的大军 向大明的宁锦一线 发动了新的故事 黄太极当然没有料到 随后展开的松锦会战会成为他 数十年戎马生涯中 打得颇为艰苦的一场战役 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战役 此意成为了黄太极军事生涯 收山之杰作 那段时间黄太极的一颗心 就只会在松锦会战 与海兰猪的病情间起伏着 他一边关注着战事 一边关注着海兰猪的病情 心里焦脆 两年之后 红城仇的十三万大军 终于在清军的压力下 垮了下来 黄太极 亲率精锐 抵近了红城仇残部 顽固守住的松山城西北 他在等待着 对于红城仇的最后一击 就是这样微妙的时分 9月12日 有官员从圣经赶到了火线 向黄太极报告了 官居公陈飞久病再发的消息 海兰猪病重的消息传到军营 黄太极心急如焚 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随即黄太极召开紧急会议 匆忙向大将们交代了一些战略部署 随后带领几名随从 骑上马就直奔圣经而去 黄太极与随从们连夜赶路 因路途遥远 天寒地冻 紧他的马就跑死了五屁 黄太极内心暗暗祈祷 海兰猪坚持到他回到官居公 那么他与海兰猪 能见到最后一面吗 公元1641年9月17日 圣经黄公官居公内 传来哭声一片 陈飞海兰猪去世了 黄太极无法接受爱妃病死的噩耗 一路咳着血 快马加鞭赶到官居公 他亮亮腔腔地来到了海兰猪并榻旁 普通一声跪在地上 此时的海兰猪静静地躺在床上 已经离开了人世 黄太极抱起海兰猪 嚎啕大哭 谁也劝不住 几天不眠不休 加上痛失爱人 黄太极一下子昏死过去 经太医们紧急抢救 才渐渐苏醒过来 醒来后的黄太极 饮食大大减少 不时言语颠倒 黄太极为海兰猪 举行了隆重的丧礼 海兰猪出记 黄太极亲笔为心爱的女子 写下了记文 没有任何华丽的词早 却让人懂得了一代帝王的 缓缓情声 朕自育儿 后家眷爱 正欲同享富贵 不宜天夺之素 忠道毗离 正念生前眷爱 虽莫不忘 追思感叹 人命喇嘛僧道 讽诵经文 愿儿早生伏地 以这样朴实的道词 来怀念这位多愁善感的陈妃 确实令人百感交集 随后 黄太极追封陈妃海兰猪 为敏慧公和元妃 这是清代妃子 嗜好自数最多的一个 而元妃在清初 代表大汗的元配狄伏敬 可见在黄太极心里 海兰猪是她最心爱的妻子 1642年正月初一 清朝本来应该举行元旦大典 然而因为海兰猪的丧事 被视为国丧 而停止庆贺 发丧之后 黄太极一蹶不振 大臣们看在眼里 急在心头 皇上知国家设计于不顾 臣民下去怎么得了 激情挫伤 他们给皇上上了一道奏折 劝他振作起来 黄太极听了之后 有点赦然地对臣下们说 福西诺尔哈治病逝时 我都没有这样难受过 现在我为了一个妇人 竟然悲痛到了这种程度 我真是太不应该了 今后我一定要警醒自己 我再也不能自寻苦恼了 于是黄太极打起精神 开始处理隔制多日的正事 表面上黄太极好像从 失去海兰猪的悲痛之中 走了出来 前方有捷报传来 黄太极也会应付式地微笑 正事不顺心的时候 黄太极仍然是发脾气 可是安静下来 黄太极的内心就空荡荡 有时太想念海兰猪 他就一个人悄悄地 来到关居宫 海兰猪的情还在 桃花也依旧盛开 可是那个让他浑仙梦绕的人 却已经相消欲养了 赌物四人黄太极伤心不忆 他身边的王公大臣们 看在眼里 特别想替他消愁解闷 于是他们就想了个法子 让黄太极去捕河涉猎 这个法子能否让黄太极 消除悲伤呢 农历十月的一天 秋高气爽 黄太极和大臣们 骑上马就去捕河了 一路上 大臣们使出浑身解暑 逗黄太极开心 黄太极开始和他们 有说有笑的 突然黄太极加快了速度 骑了十几米停下了 旁边的大臣们 手足无措地跟上去 刚刚大臣们还在猜测 发生了什么 现在已经恍然大悟了 赶紧下马跪拜 原来海兰珠就葬在 从圣经皇宫去往 扑河路旁的树林里 黄太极回到皇宫 就胜了一场大病 此时松锦大战捷宝贫船 然而战争胜利的喜悦 也不能冲刷掉 黄太极的悲伤 黄太极大病出狱 想去散散心 他慢悠悠地走着 竟不知不觉走到了官居宫 此时 官居宫内没有一个人 十分安静 黄太极闭着眼 在门前斩了很久 回到清宁宫后 就一兵不起 几天后就去世了 此学家后来为 在位十七年的清太宗 黄太极盖棺定论 说他聪锐绝伦 内修正事 外情讨伐 用兵如神 所向有功 他的平生两大汉事 为处似未定 与大勋未及 这样的论述 从生者的目光而言 大抵上都是功远的 然而谁又能真正知道 黄太极的遗憾 不是早些与海兰珠相遇 遵守彼此相守的誓言 继而清净所有的真情 君主带行寒笑看 春风扶兰 路滑农 开道图迷 花是了 千家山阔 尽朝灰 一个铁骨柔情的帝王 一个纯净如水的女子 用他们短暂 却又写满传奇的一生 倒进了世间 最深的一个情字 那样的木然相逢 那样的生死相托 那样一种 岁月洗不尽的 哀婉贤愁 那样一段 刻骨铭心的 生死之恋